为什么异性之间的聊天容易变成撩骚 来,你们听一听这些话 在一对异性之间说出来 像不像纯净的友谊 我就喜欢你这样对我说话 我的想法被你看得清清楚楚 你真懂我 我一开始真没 你现在说了,我真要有想法了 还是你最了解我 我刚才心情不好 你陪我聊了一会天 我现在好多了 你还会害怕吗 我再陪你一会儿 你快去陪你老婆睡吧 我也要睡了,晚安好梦 我就问你啊 你和你的普通的朋友会这样聊天吗 这不就是打着友谊的旗号 说着心远一马的话 做着春心荡药的事吗 所以不要认为只是随便聊天 两个人不做什么越界的行为 就是没问题 你在婚后跟别的异性 说着彼此认可关心的话 你就是越界了 你的伴侣看到了 他就是会受伤 结婚之后就是不能有这种异性朋友 更别说这这这种异性朋友了 你这辈子真正能称之为朋友的 有几个人呢 你们不顾只是认识了异性 聊什么聊啊 多谢观看 你们不顾自己伦 SUSPA unten里须 dispos一点